投資長 怎麼辦 今天台股跌破萬四 跌破13928 而且標題寫得很聳動喔 2萬變萬二 金融海嘯來臨嗎 哇 之前目標台股2萬 結果現在 跌破萬四就算了 來到萬三了 會不會來到萬二呢 2萬變萬二 金融海嘯是否來臨呢 我告訴你 海嘯已經來臨了 那應該如何自處 應該如何逆轉勝 通通在我們今天農曜華爾街你一定要看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9月26日 开盘13993点 中场收在13778点 跌340点 英国公布大规模的减税刺激案 加上美国9月PMI数据意外强劲 有喜就有优 代表FAC可能会持续激进升息来打击通膨 另外纽约原油跌破80美元 因此美股四大指数跳水 道琼更是跌破3万点 再来看到台股大盘今天被拖累跌破13928 跪买下跌更多 难道台股真的要回到疫情前了吗 后续盘是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基础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 TELEGRAM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场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Luna各位同朋友大家好 哇大家好 是啊大家今天心情很不入 没关系 投资长还是会来录影 不会不录影 对真的不能不录 好那投资长我今天要来唱一首改编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的歌 好 当你输烂你会想起谁 国安基金还是连准会 输烂的时候 输烂的时候 输到很惨的时候好不好 对啊 会想到国安基金还是连准会是不是 因为这个行情真的是孤单即默觉得冷 觉得冷 大家都觉得冷 默觉得冷好不好 如果觉得冷的话那没关系 冷气调弱一点 不是不是 冷气调弱一点 我们这摄影棚的冷气可能太强了 好不好台股冷气也很强啊 那怎么办呢 同朋友也是给大家按个赞 欢迎大家给我们按赞一下好不好 支持我们一下 没关系继续说来 是但是真的跟投资长昨天在telegram上预告的一样 今天台股真的跌破13928 原本大家都很期待说 国安基金会不会守住这个点位进场护盘 但感觉受到美股大跌的影响 然后台币也是贬到五年半新低 想问投资长明天台股会跌到什么时候呢 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行情我先 首先我先讲一些东西 因为有留言传来传去啊 我本来讲唱这首歌 第一个 泽泽国安基金 不是泽安基金 有先讲泽安基金 反正泽泽的台湾50 4千万台湾50 我没有走喔 因为我说话就算话 我没有走喔 我本来说要赚1000万 我才600到1000万才走的 我说话就要算话 好不好 我讲清楚了 那这个其实券商的代号 代码 永峰版 好像是板桥的 的账号 其实你都可以去查 你每天看我没有偷卖 没有卖就没有卖喔 我都讲得很清楚喔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我与你们同在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也有人讨论说 因为很多人问嘛 比如说台湾50 你看一下 台湾50好像以为我现在赔很惨 其实我之前最多赔到200多万 掉3000万的时候赔到200多万 我还是讲一下 还原除卷席你看喔 好像除卷席好像破底 对不对 还原除卷席的话 其实还没破底 看到 还原除卷席其实还没破底 所以其实我现在 还没有赔到之前那么多 因为其实还原除卷席的话 如果是连同我的一个除卷席 除卷席的话 1.8元的鼓励的话算进去的话 我的成本在12.59的附近 12.58 12.59 所以 现在大概赔到170万 我说老实话啦 就我个人而言 我是希望他下去 啊就我产物而言 我是希望他不下去 就我而已我希望下去 我可以 更加码 哇哲哲 哇我知道你还有钱 我是真的觉得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点 为什么 我一直跟大家讲 Fed要打通膨 要打压股市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那一天其实你会发现到我对 股市行情从那一天我礼拜天加班录影后 就再也不变了 就是再也 乐观的情绪 再也没看到了 我都讲清楚 Don't fight or fade 这华尔街名言 Don't fight or fade 你跟华尔街 在那边做 做 如果华尔街叫你做多你要做空被嘎死了 华尔街要做空 你要做多 那惨了你要赔死了 所以华尔街现在就是要做空 错错错 联种会叫你做多你去做空 你就惨了 你就被嘎死了 联种会叫什么 叫你要去 叫你要他说要看空股市 压 压低股市 结果你去做多股市 那不好意思 像就容易赔 好那是现在 如果你人生看很短 那的确现在应该要偏空 可是如果你人生看长一点你要知道 Fade打他通膨 是为了股市 以后更长远的未来 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看现在这是 这是我讲的 这本来是1980代的一个 1980代那时候看这一段就好 1980到81年代 他那时候我特别做这张图 他本来这个是 美国的基准利率 就升息基码一样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是股市 这是股市 这红色是股市 这个股市 黄色是股市 那红色呢 是 CPI 就是通膨 消费者物价指数 有 消费者物价指数 我说很清楚 他在消费者物价指数 还没有 1980代 还没有 下去之前 怎么样 他先降息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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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还没有下去之前 他先降息了 导致股市多涨这一段 他现在不要先降息 他要持续的升息 因为他先降息再升息有意义吗 还不如就持续的升息下去 所以那时候我说他这一段他就不做了 看清楚 这一段他就不做了 不先降息再升息 不做了 好 但是也不会造成股市的一波上涨 有没有听到 好 是 然后就会变成股市这样子了 来 怎么样 也不会降息 再升息 他会直接升息 股市会 换换的向上 这之后换换的向上怎么千杀破底 所以我要告诉你 他只是打压股市 他没有希望股市破底 可是市场都误解他说的话了 同秒今天新闻都大家都知道 哇富应价 我那时候就说回到1980 我就说回到1980年代 回到打压通膨的时代 我说回到疫情前 现在每个都知道回到疫情前 这是我说的顺口溜 结果现在很多的财经节目 采用我的 你要就要找全台湾粉丝人最多的 同秒我一直都说你要加入我LINE 加入我LINE以后你点大头贴 我一直说很清楚 来 加入我LINE以后你点大头贴 加入LINE 可以看到粉丝人数 看到粉丝人数 点这个大头 点我对话框里面这个头片 有头贴 点进去很简单 来 有人数 十万八千人 很恐怖的是 如果那行情不好 很多人以为者 只会掉粉 结果我LINE的粉丝人数增加 特别粉丝 粉丝人数减少 是 蛮好玩的 我把它归 归类于 原因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什么原因 赏户还是有进来看我节目 可是很多年轻朋友 从此以后退出股市 喔 这个要说什么 这叫D-U-C-K 大可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真的我跟大家 所以你看LINE就知道 我LINE的粉丝人数增加 我订阅人数也增加 Telogren粉丝都下滑 那为什么 因为Telogren他 要 要订阅 Telogren要那个 要加入中文版本 比较麻烦一点点 那 要年轻朋友比较会懂 所以代表年轻朋友 在急速减少 可是 这一波其实去年 最 最赚到最多钱 而且也是年轻朋友们 现在受伤最严重的 也是年轻朋友们 所以你要看我节目 为什么你要看我节目 因为对我来说 很多人都用一两天的 来看我的 郭泽永的行情 像我今天就 很爽动的标题 因为很多人说 这时候不是说像看两万吗 我都讲得很清楚了 当乌俄战争结束 乌俄战争结束 或者是 或者是中国防疫政策 急速下滑 是 或者是 说错 中国防疫政策改变 要嘛就乌俄战争结束 要嘛就中国防疫政策改变 要嘛就 CPI急速下滑 这三个一个都没有成功的话 我告诉你今年没法三万八 如果这三个 都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改变 那不好意思 有机会三万八 尤其乌俄战争 听懂吗 我讲的逻辑都很清楚 我讲的逻辑都很清楚 来那我跟大家讲 这件事 来欢迎比较 点大头贴以后 这边有人数 10万8000人 现在就10万9000人了 我绝对是第一名 所以现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大家反而能很多 我们顺便看一下直播人数 因为通常行情大跌的时候 大家就 就会比较多人看我节目啦 好不好 来 对啊 我看一下 今天例如9月26号 哇有今天直播一开播就1200人 吓到我了 喔 蛮多的 喔有时候 那 这种行情是这样 当然直播人数太多也不好啦 不过这种下跌多没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 但是如果是说 今天下跌一下下跌就说 一下子增加到3000人你知道吗 那这有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代表股市要有个跌 对 嘿 那如9吓到是不是 有吓到 对对对对 有时候散户反指标 你不能一下子增加人数太多 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代表散户还没死心 是 好可是 如9你也不要很重眉头 可是这一波的真正决定行情的底部 是废的 Don't fight the fate 是华尔街名言 所以我一直跟他 回到疫情前 那你看啊 像疫情前啦 你看这个 2618啦 22603啦 有看到 长龙啦 还原初全形 这样的 你看到 哇 180 100 100多少 187块 有看到 187块 人都买的时候 你这样子 我买了以为你霸气 结果我 好像我傻瓜 我白痴 立北七 好像骂你自己 可是同朋友 我也不是要骂你 我也不是要骂你 只是你这样骂我 裴姐骂 而是如果你多看我节目 你就可以避开这支 让股市回到疫情前的一个态势 我们这样讲 尤其是那同膨急速 上升的 罪魁祸首 就是货柜 没有办法 因为很多的 很多的三家都表示 因为运价太贵 怎么样 我不得不涨价嘛 那现在运价下来了 是不是应该要降价了 通膨是不是下滑了嘛 而且那是负运价 你看一路跌一路跌 搞清楚喔 这还原初全 在这边的时候 已经100是已经跌了 所以 真正长龙是对折在对折 你知道吗 长龙股价是对折在对折 是 为什么一件事 长龙股价是对折在对折 所以现在的股价 非常惨烈啊 好像除全型这样子 拿2609 阳明看到 也是一样啊 这边在这边的时候已经是对折了 因为之前 之前以前那多少钱 以前200多块 120的时候已经对折了 现在再一次又对折了 从200多块 点到 对折 100多 变成120 这附近 再对折 变6几块 真正对折在对折 是 货贵 很惨 而且我都告诉他逻辑了 Luna我是用逻辑来告诉你 我说很多人残隆他是不愿意停损的 可是你公司判你现在给我强迫怎么样 减资 减资那不是强迫停损吗 是 因为我要出清60 你把我钱换成现金60%嘛 100万我一直不停损不停损对不对 对 假设我200万一直不停损 赔到只剩100万 结果你要强迫我停损 出掉剩什么 剩40万 是 你看我200万喔 你看我200万喔 假设我买200万的 那个残垄嘛 股价对折变100万 对 100万以后我又不想出 我想压一把 结果你又怎么样 又逼我一定要停损现金减资 讲得好听现金减资 实际上就停损了嘛 我要停损我60%的怎么样 60%100万怎么样 停损60% 剩40万 你看喔 你本来200万剩100万你已经很不甘心了 100万叫你停损 剩40万 剩40万以后 你突然发现 200万只剩40万 我也不想再买回来了 对 你要做什么事 剩下40万也会走掉 所以这就是残垄为什么跌那么凶的原因 而这些逻辑我不私后换毛泡 你要懂逻辑原因 但是现在好多股票跌下去的时候 有人会 有人会做空 有人会翻空 有人会翻多 这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投资票 任何分析师 除非他今年从往空到尾 如果偶一会多一会空 我们做多生计 或做空生计 都不论怎么样 你除非一路做空 不然大家都赔钱 现在你会看到分析师会找战犯 可是我不会去攻击别人 因为我郭总就是不靠攻击别人 才越来越红 我知道今天又有人要批评我 所以我要讲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 这一波 除非分析师从头空到尾 不然 其实大家都受伤 这是事实 那如果你要找那种 转移目的 攻击别人就比较高尚的分析师 不好意思 你找错人了 我不重人 我不重人 那同样你只要问他一件事情 如果这么厉害 攻击别人那么厉害 为什么不像泽泽一样插全股比赛 那就好了 是不是 你可以插全股比赛 你也可以做空啊 全股比赛为什么不能做空 第二件事情 你为什么不像泽泽一样 你可以丢4000万 你做多台湾50 我做多台湾50吗 是不是 100多万我赔得起 他看空的话他就做空 做空台湾50啊 分析师做股票是违法 做 台湾50是合法的 是 对吧 可以做啊 是不是 可以做啊 是不是 那如果都不敢做 就批评别人的 那不就很矛盾吗 是不是 你可以去问一下嘛 那我跟大家讲 这行情就是这样子 是 同朋友我要跟大家讲 下行情难做 超级难做 为什么 因为你不讲啊 同朋友 我跟你讲我今天说是不是 今天是亚洲金融 金融风暴来你 看起来就像嘛 台币这样子扁的方式啊 台币这种扁法啦 都快32了 重点是这种扁法 这种走势很夸张 你知道吗 这种金融风暴等级走势 你知道吗 然后勒你看呢 那你看这边 10年期贷值率这种扁法啦 这种这种这种增加法就做 公贷值率极深啦从2点 2.6啦 有没有 到现在3.7 把它收下 好 2.6到现在3.7啦 一路 一路增加公贷值率啊 这种展法 你说资金不会被吸走吗 我礼拜天我要教大家怎么去买 美国公载嘛 你也是可以开嘛 什么first trade嘛 不过你要考清楚 你去看 这是不是主管 你尽管认识的建山啦 好不好 虽然这个first trade蛮大的 不过 风险要注意一下 风险要注意一下 这个我没有 我只是教大家一些 投资 可是最重要的风险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没有时间去 帮你专业每一件事情 很多人是 泽泽 讲了国票以后就全部负责任 像友达 哇 最高点买的都算我的 你知道吗 很好玩 你知道吗 杨明长龙还有人在讲我最 什么最高点的时候买 我从来没有最高点的时候买 是最高点的时候我有经历过 不代表最高点的时候我买它 你听懂吗 你听懂吗 这个逻辑都很奇怪 就像讲的 批评别人并不会让别人怎么样 并不会让自己比较高善 愈爱批评别人的分析师 你要去问人家一些的事 为什么他不上全国比赛 好奇怪 为什么他不像泽泽一样丢个4000万做空也可以啊 是不是 这个都很简单 好不好 而且分析师都是一案 除非什么 这部行情除非一路做空 不然绩效都是一案惨 都是一案惨的 网络上批评 泽泽最大声大部分都同业 网络给你打包票 那就是什么 基督泽泽 泽泽人喉 基督摩尔 这边家大业大 可是我们就尽心的用力的 跟大家解这个盘式 我们来看这个盘式 我今天做一个比较有趣的梗图 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这什么 这是 这是什么超人 贝主席 蛤 闲淡超人 这是闲淡超人 现在 闲淡超人叫什么 小滴滴小妹妹都叫什么 没关系啊 我们以前都叫闲淡超人啦 什么力什么超人的 不好意思 超人力霸王 这是比较老年纪的 是吗 最新的是力霸王 没错 是力霸王是不是 超人力霸王 力霸王是不是 我也忘记了 没关系啊 我们不是 我们团队很多人啦 在旁边会跟我们讲 会门门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没有听 收音没有听到 哇这个超人 是超人力霸王 随便啦 力霸王啦 去踢这通膨怪兽 啊通膨怪兽手头算啦 是什么 很衰的股市 很衰的股市 把他踢下去了 把通膨倒了 股市会一起掉下去 会啊 就是这个梗图 这个梗图就要记起来 这个地方开始 废的主席 鲍尔 目标是打通膨 可是通膨手上有什么 有股市 我通膨一好股市让人家涨啦 你懂不懂 我通膨一好股市要涨 那当然要涨就打下去啦 现在你看喔 台湾 现在两趴在哀叫 哎呦房贷率 你知道韩国股 韩国是 韩国是台 那个美国升级多少 我会跟进 我会跟进 你知道吗 那你看韩国现在怎么样 人川我今天看到新闻啦 人川的房地产 打几则 打对折啦 打对折 打对折 本来一瓶100多万 现在可能一瓶120 比一瓶60万这样子 假设 反正就打对折 很多新闻出来 因为韩国 房地产已经涨到天路人员啦 那让他把房地产打下去啦 你懂不懂 把房地产打下去 可是同票 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危机就是转机 财产最多人的一定是什么呀 在3955点台积电 36块的时候 买金融投资票 你说啊 那我知道 等台积电36块的时候我再买 你再胡扯 因为台积电不会回到36元 其实现在就是金融风暴了 现在已经有点金融风暴等级了 只是Fed他们很慢 他们一定要等到更多确定的数据 其实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看这种数据 看这种台币这种贬法 他已经金融风暴 他势必会改变他的说法 你看到 他势必会改变他的说法 连Google 现在减少这个福利啦 最新新闻啦 Google的那个CEO告诉你啊 你不要把那个乐趣当作金钱一样 金钱一样 我说什么叫乐趣当作金钱 因为要删掉他的乐趣 我知道意思啊 他说你不要把乐趣当作金钱一样 我要把你们一些福利啊 给删掉 可是你不要觉得福利怎么样 是越多是越好的 就像金钱一样 你不要把他那个目标 你们是来这边工作的 福利不等于金钱 暗示你这件事 你看连Google都在怎么样 缩减成本 你知道缩减之处 景气低就下滑 那景气下滑呢 废德主席要等到更明确的数字 那也没什么不好 这种下滑下去 原油嘛 没有要80元 没有要留守嘛 CPR很快就好了 所以我回到我的论点了 唯有股市下跌才就了自己 像股市在干嘛 自己在CPR 所以那就是好事 自己在CPR 我在讲一件事 你要回到这个 我这个图你就懂了 如果原本的 原本的这边基準利率 他不要再持续先降再升 就是一回到就慢慢升息 要持续很久 那CPR自然而然会下去的 那股市本来就这一段 他到最后他你看啊 他不要先下去再上来 不要先降息就着股市 股市少涨这一段 不代表股市要跌 你现在股市回到起展点 你不要觉得难过 因为衔接过去以后 最后还是会穿新高 衔接过去以后最后还是会穿新高 这1980代的走势 我在跟你说 衔接过去以后他还是会穿新高 这样懂吗 你要懂我逻辑 所以到最后他你看到股市 他股市势必会走这一段 再走一段主神坡 我要告诉你 他会走一段主神坡 因为真的CPR下去之后 你会享受更美好的未来 只是现在痛苦 很多人痛苦我不懂 现在已经有人在算我每天赔多少钱 我都不懂 那以后难道我以后我赚1000万 我要向你一辈子吗 就说188%我每天在出来 叮那些分析师吗 我不需要 你们久就知道谁是赢家 那你们现在很痛苦 我知道你们会觉得赔的是白花花的银子 可是那是你觉得 你现在就要出产了 如果我觉得是机会呢 我再讲一件事 打通膨是为了更美好的股市 打通膨是为了更美好的股市 很多人只是人生看太短 我知道很多人都讲的长篇大论 结果真正在经历股市的时候 看不到未来 画面给我 他只看到一两天 哇哲哲不行了 哇尤达不行了 哲哲你这个不准 去年不是讲两万吗 从来到去年 什么讲两万 我都有些前提 那有人说 哲哲你这个 又有人说看涨 有人说我每天讲一样 然后我就说我改变说法 又说我看涨说涨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所有的问题 你自己说 Luna你没有感觉到 当那个 Jackson Hall 那个演讲一开始的时候 股市超级弱 对啊 这个我们在给你胡扯的 不然我那时候礼拜天干嘛 要给你加码 加码 加码入影呢 对 是不是 我都告诉你未来是什么 然后我先 第一个首先打通膨 所以这些 航运股你有的你要来找我 哲哲我来找你干嘛六几块 我告诉你 航运股都已经 负运价 代表亏钱了 美西的报价是指了 标准货贵 已经跌破3000的 接下来已经开始要 要亏钱了 你知道吗已经2500 2600了 2600 2700了 同学们怎么办 以前还1万元以上 你说这种不会变亏钱吗 对啊 那不会变亏钱的过程中 不会跌破 不会跌到以前的价格 10块钱吗 你不要铁齿啊 你有货柜的同票你就要站起来找我 你当初你在这边你看一下 长龙那边你看自己看 Luna长龙这边你自己看 这边还原存钱袭在这边 这边买这边卖多漂亮 这边买这边卖多漂亮 对啊 还原存钱袭在这边 是这边卖 这边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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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卖高点 你这边这一段都不会受伤了 你还在来回做价差 你这一次我做30% 我说只要三次30% 你就股价可以翻倍了 对 三次30%你股价不一定翻倍 说错了 是你的财产翻倍了 因为长龙没有把回到200块 可是 你的钱 可以比以前200块还多 我的意思 你买在200块 如果你在那时候100块的时候 你来回做三次的30% 你知道吗 长龙不一定回到200块 可是 你的股 长龙不一定回到200块 可是你的钱 比当时200块的时候还多 是 你的钱比当时200块还多 所以投资票你去想看 等一下咱们你知道吗 股票好长好长好长 今天硬币啦 怎么样也垄断了啦 我很佩服这些政客 对啊 来 英币也垄断了 不知道怎么看啦 Luna 你不觉得英币也真的很扯吗 来 英币今天垄断了 因为他减税政策啦 这个好像是30年 几十年来的最大一个减税政策 对啊 他说他想要救已经衰退的经济 你看 他已经承认了 他想要救已经衰退的经济 他正在讲嘛 所以你看英国已经承认要衰退了 Fed的主席卖赢半部 你觉得到时候 如果真的已经衰退了 你觉得会救通膨 你就会砍通膨还是救股市 衰退的时候 基本上通膨已经下去了 不得不救 对 所以这个典型的拿石头砸自己脚 所以我告诉你啊 现在英国已经已经要救市了 救景气了 美国在这种跌下去 你看搞清楚 运价是这种 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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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直线跳水式的这种运价下滑 代表景气冰想中坏得很惨 可是景气冰想中坏得很惨的时候 同样股市 其实都没有 现在多少点位 1300 噗1377 13000 所以你不要去想说 哇 这么哇 会跌破万点 我觉得很好笑 但是 股市我要准重他 这没有一定 只是我觉得机率极低 因为现在已经是 你看运 这边 这边怎么样 在这边 我要说的是台币持续的贬值 然后勒 那个 国债殖利率持续的散扬 头是没有 股市持续的下去 持续的下去 再下去 头没有 这只是告诉你景气已经衰退了 你在这边你应该赶快开心 你要找机会 屏住呼吸来 看泽泽的节目 泽泽你无敌乐观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因为我每天都有研究物货战争 我觉得俄罗斯 那个 俄罗斯这一次 是困兽之斗 惨了 惨了 好我要告诉你惨了 所以如果年底之前的喔 因为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新闻 明天有一个新闻喔 他就是说 那个比如说 他今天有个区域啊 要就是召集兵役的 就征召 要动员嘛 对 动员那个主任 那个军官啊 是 当场被人家叮叮 喔 我是阿兵哥我去那边被 被 被 被那个乌克兰然后受苦受难被他变变我不如先变变你自己人 所以已经有些人在起义了你懂不懂 是 是内部在乱的 你们只没看到这些新闻所以乌尔战争结束怎么办 所以最独家的消息我告诉你我都有预告在前面 你要找一找这样的分析师那股票呢 投票没有 真的 没什么好讲的 因为现在是系统性风险 那系统性风险 该跌就跌 哇泽泽怎么这边 哇跌更凶喔 那个 在这边的而言喔 哇泽泽怎么跌那么凶啊 很恐怖喔 等尤达这一波行情都没有 因为他其实之前多展了 那也他 他的那什么行情 就是减制行情 也落空了 也结束了 所以没办法 可是至少相对于他还没有是最破底的 跟常总比较起来他还算还ok了 然后德伟 你们看到德伟在这边如果还没破底 接下来他会一发不可收拾 你要注意喔 你不要说我没有说喔 这个DNA概念股还是不错喔 附顶也是一样 这DNA概念股 很多股票 都不错喔 标股DNA喔 标股DNA那股票 你要把握住好不好 我希望你真的把握住 这些股票都没有啊怎么办 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啊0050你自己看 我们0050还没有破底喔 还没有破底喔 是不是 还没有破底吗 是不是不用担心 我是跟你说真的 我真的想加码 可是我希望我不要我在出动 第三笔资金啊 我是跟你认真的 我第三笔资金的话 我目标也会往上调 我不会变 我不会变600到1000 我可能变800到1200 甚至800到1500万我才走 我们跟你开玩笑 你到时候就知道谁是赢家 赢家在 在苦难的时候 在逆境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样逆转生 我永远这样做 不然我不会写下经济日报这种选股历史记录 你搞清楚一件事情 一记180% 你去算一年700多% 我 为什么要算一年 因为是我看到有些人都用雷加的 那哲哲就告诉你雷加是多少 那我要告诉你 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是用一记来比赛 一记180% 你要是这样的分析师 好不好 而且绝对不会去跟主力去出货配合的 我经济日报选的股票都尽量 旋有价有量的 都尽量旋有听过的股票 那我也是要跟大家讲有些股票 我们来看清楚 你现在也是要集中在 那常常为什么股价会下滑 因为他 运价下滑 也会受影响 他不只客运他也有货运 可是客运这一块真的很贵喔 你就像Luna这样我来看一看 我本来说还有 2万多块我就发现错了 都大概差不多3万来回差不多 差不多3万多块 对3万对不对 都3万以上 而且一般假日喔 如果是那种 你说的春节吗 是5万块是不是 没有春节我后来去看他现在变大概快4万这样 又下滑是不是 下滑一个人是不是 对啊我不知道那时候看到哪一间 你可能不知道那时候看到哪一间 对啊 也是比平常贵啊 4万块就比平常 那现在一般来讲来回的话大概 如果来回的话是 双山机场的话 差不多也3万多块 所以他其实现在运价真的蛮高的 运价真的蛮高的 那除了这以外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很多股票 很多股票可是你看2727 的晚品有没有看到 在这边的股票 后疫情这代概念股 还是你还是你的琢磨点 是 还是你琢磨点2727 那只是说你要想一件事喔 如果像金娃 金娃这种股票还OK啊 像金娃他没有受惠 怎么样没有受惠 因为台湾像比如说你看 郊西老爷喔 这几个月来喔 怎么样 都满 你要去泡摊 他告诉你没有行程泡摊的 都满了 那种越贵越满 可是现在那种郊西老爷他到时候会受害 为什么 是 我如果一个晚上我都2万多块的饭店 不如出国吗 是啊 比较起来我股票还是比较便宜啊 我出国日本泡摊还是不一样啊 所以台湾有些 饭店涨到天鹿人院 这些就会受害股了 你懂吗 可是像金娃他还没有受惠 他比较以前是国外游客这些 就比较多的所以你看 在这边旅游后疫情时候的概念股你要注意一下 长冬函我觉得跌下去 有道理可是不应该跌那么惨 2万变1,2万吗 我认为 不会到那么惨 可是同学没有 你要做好任何准备 危机就转机 我还真 如果我个人私心的话我希望我自己加码多一点 再赚更多 来到1,2万还可以加更多 可是我觉得机率不高 可是我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英国这次大幅度的减税只是告诉你 连英国政府都正式了 景气衰退了 那美国会不会正式呢 美国要不要其中选举你想一件事 股市再跌下去他不会再正式这些问题吗 所以危机就转机 这是最坏时代也是最好时代 双城记名言 名著 的序 前几句话 就是说这一句话 那你要记得这个逻辑 这是最坏时代的最好时代 金融海啸来临吗 搜导说话 已经来临了 既然已经来临你应该做事 怎么样逆转胜 早者则来 早者则来 因为我们说实在话每一次赚最多钱都是在什么 在大家疯狂最不相信股市的时候 然后加入我会员的投注标 所以你想清楚想清楚了 我还有别的标股 我还有可以避开 你像长农 阳敏万海这些股票的问题 之所在的股票 甚至想出新的标股 我下一支友达 下一支精华 下一支完品 下一支长农航 那你欢迎来 080668085 记住 记住 危机就转机 也预祝各位能够 赚大钱 谢各位 欢迎帮我们影片留言按赞 想要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吗 可以播到我们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们等你喔 拜拜 观众朋友注意喔 最近诈骗盛行喔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谢谢 再见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喔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